很早之前就想做这一视频 最近又有部分龟友的龟出了问题 问乔治怎么治疗怎么养 然后针对这些问题 其实乔治很难做一个统一的答复 龟怎么养这个问题很多up署都在做 然后每一个人看到的点都是不一样的 乔治也是在不断的学习过程当中完善自己 所以说这一视频咱们就开门见身的给大家讲 龟怎么养 这里的龟不仅限于草龟或者某一特定的龟 首先这里我给大家传输一下个人自己的一个观点 说某一种特定的龟怎么养 其实是不太恰当的 因为每一只龟的体质 性格 抗病 赖病 这些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还有就是玩家购买龟的渠道 七七八八的 有某宝的 有某拍堂的 有微商的这些 每一只龟的来源不同 导致这只龟的体质或者说是否生病 这些问题都是没办法很好说清楚的 这里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 龟虽然不同 但是我们养龟的环境是一样的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养龟 其实并不是在养龟 而是在养这个钢 或者是养这个环境 乔治最开始也是从这个环境方面进行一个入手的 其实说实话 乔治最开始养龟的时候 死过很多只龟 特别是草龟 我觉得总是养不好 因为当时养草龟的时候没经验 然后也没太注重环境 这里乔治就把这些个点给大家说一下 第一个点 阳光 我觉得阳光是对草龟 或者说这一系列龟最重要的一个点 基本上你的龟刚能照到阳光 就能解决差不多百分之七八十的问题 阳光是万物生长的一个必要 每一种龟它都是需要阳光的 其实这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几个养龟养的非常非常好的部署 你看一下人家的龟能不能晒到太阳 其次 再要说的就是水质问题 水质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 因为有的人不会加过滤 还有的人会在缸里面加底纱 底纱的选择之前乔治已经强调了很多遍了 就是咱们这个底纱的选择一定要符合几个标准 这里乔治再给大家重申一下 底纱是有用的 但是用不好的话会变坏 底纱有什么用 第一 能够培养消化细菌 第二 可以能够让龟刚看起来更好看一点 但是底纱这种东西用不好就会导致龟腐皮 原因就是有些龟友喂完食之后 它的一些碎痂会卡在底纱中间 导致水质变坏 所以说对底纱的选择还是要慎重 最好加一个过滤 如果是长期能晒到太阳 底纱可以随便加 这里说长期能晒到太阳是指楼顶的这种情况 当你看到你的缸里面长满了绿枣 就证明你这个环境算是稳定下来了 其三大家要注意的就是龟这个问题 咱们尽量选那种外堂刚刚捞起来的龟 因为现在很多龟都是经过一手批发到第二手 二手批发到第三手 这样导致龟在整个路途当中 其实闷在里面的话它是会生病的 这三点大家注意好之后 可以模仿这乔治 做一个这样的物理加植物的一个过滤 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养好龟 少死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